云游四海旅途寻孟佳 带你游遍山川湖海 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我们现在在三亚 好了吗 Amy同学 好了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后海了 对 我们这离后海也就30公里左右 停在这不就是想去学冲浪 所以我先得去后海冲浪圣地去看一下 但今天的浪有点大 是我们来的这几天最大的一次浪 就是海浪拍在沙滩上 会有一种嗡的一声那种震动的声音 所以来跟同学说他自己今天没睡好 昨天晚上没睡 因为今天的浪质也大 就咕咕咕就打下去了 这两个架构我们今天就不带了 就让他们改家待的 开个空调让他们凉快一点 山亚这边真的会热一些 比我们在文昌的话好像高级度 这边的蚊子可厉害了 给大家看看我这咬的 我就也有 对你这跟我比起来差远了 就是在这种有树林的 有水的地方就特别有蚊子 虽然我们这边的景色是真的很美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今天就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介绍 这个云地了 等过两天有空的时候 我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云地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注射地啊 今天找了一个停车位还不错 可能这个树下面没有那么热 我来给你拿吧 我们现在终于到后海的街道上了 刚才停车从停车场走出来走了半天 这个停车场还挺便宜的 但这边8块钱一次我觉得还是挺兴的 我们现在先去找个地方吃饭 填饱肚子 然后再去那边的冲浪的沙滩上去看一下 这边真的是很有名啊 你看现在人还真的挺多的啊 这地方除非为网红打卡地 特别热闹 有吃有喝有穿的 这边还挺凉快 没晒不到太阳 哇 这边的花好漂亮 来 进去吧 看着吃别的吃的 你想吃呢 我把这菠萝炒饭的那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清凉火锅 先来尝一下 辛苦凉 哈哈 老老婆婆 很清凉吧 嗯 碰的东西还挺多的 嗯 我就喜欢这种 稍微就是清爽的 嗯 没有那么韵 这份菠萝饭 其实量还挺多的 嗯 我们俩感觉两个人就一份就够吃了 虾 我们家炒饭还不够 挺好吃的 嗯 挺好吃的 但是它是那种甜甜生生 然后又有一点点辣辣的那种辛辣的 刚刚好 刚刚好 我们俩觉得挺适合我们的味道 嗯 我都吃 很多饭吃不完 这这 这已经就是我们的晚饭了 嗯 啥那么样的竹董饭 幸亏竹董饭量不大 要不然我们真吃不完 我印象粽子 还是那个 菠萝饭 菠萝饭好吃 哇 这个富贵价好大呀 快来尝尝吧 快来尝尝吧 不来不来我被坑过了 我们现在沿着这条小巷走进去 前方就是 冲浪的沙滩了 小风嗦嗦的 比我们那边两块多嘞 这哪有浪啊 这浪还没有我们那个 房车门口的浪大吧 这就是昌浪顺地后海村 听说是新手村 对 新手村 太阳都在这 哇 听说这边一天有几千个人 哇 那还咋滑呀 那家夏小子 这地方老婆你也能滑 你看这水很浅 亚哥也没啥浪 这个 陈女同学准备扎个辫子啊 这个好像没有很厌 女生冲个浪也挺费劲的 还非得把头发收拾一下 你非不编 这不是要好看吗 这一边挂上去以后就有点像 没抽风过 其实这个颜色还挺阳气的 就是我换搭的 挺阳气 我的辫子终于变完了 加上防晒加上这个辫子 就已经像是一个冲浪的人了 对 这个装备挺齐全的吧 everymate 走这样不行啊 搬运工 KK搬运工 这其实挺沉的这一个板 以滑雪板沉多了 你就这么做的不下来了吗 先下来往前走 过来吧 前面过来那边这里很深 那你先爬上去吧 那你先爬上去吧 用点力一下子爬上去 用点力一下子爬上去 对 对 走你 一二三走你 停 跳 跳 对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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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就这么点力气啊 玩水其实蛮有意思的我感觉 浪来了浪来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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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也算站起来了啊 嗯嗯嗯 啊哈哈 起 哎呦牛逼了 厉害厉害厉害 来浪漫头 哎 哎哎 哈哈哈哈 又喝了吗 看我鼻子里了 哎呦我的妈呀 来浪了也不好是吧 啊又一个又一个了 哦 最难起 海水还是多喝多 今天海水喝不少吧 嗯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衣服了啊 整个沙滩已经没有人在冲浪了 但是 另一个节目又开始了 这边的夜生活已经开始了 这些全部都是酒吧 你看 看那边 在穿英华呢 啊 我们去看一下 这次后海村的冲浪体验 就在这动感的音乐中完美的收官了 总的感觉呢 还是挺不错的 感觉后海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特别适合年轻人 里面有音乐有美食有好玩的冲浪 当你踏上这块土地的这一刻 你就会莫名的心潮澎湃 一下子就嗨起来了 就连我这位80后的大叔呢也不厉害哦 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大家自己过来好好体验吧 分享几个关于冲浪的经验哈 先说一下租板子的价格 一天呢60到80都有 这个是可以砍价的 还有就是需不需要请教练 这个呢就要因人而异了 我们后来发现啊 请教练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帮你推板子 这一点呢我感觉挺好的 特别是你一个人的情况下 还是挺有帮助的 我跟艾米两个人呢就可以互相推 所以呢就没有请教练 还有就是女孩子如果冲浪啊 我感觉编一个辫子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好看 但一定要先问清楚价格哦 要确认这个价格是一根辫子的价格 还是整个头的价格 这个特别重要 参考艾米这个款式 全下来呢30块钱 也是入门款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最后呢在这里给大家闭两个坑 也是我们今天刚刚总结出来的 都是关于榴莲的 一个呢就是烤榴莲 30块钱一份 并不是说它贵哈 而是里面压根就没有榴莲 而是纯纯的科技又很活 还有一个呢就是街面上好多卖榴莲的 价格呢都比一般的农贸市场还要便宜 有一家甚至卖到了19块9一斤 一般的农贸市场呢最便宜的都得29块钱一斤了 但它呢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必须得把壳留下 只能拨好了给你 美其名曰说它的壳是要用来用要的 所以它才卖的便宜 这种肯定就是有猫腻了 你最后买的一定是比29块钱一斤的还要贵不少 所以呢大家尽量不要踩雷 好了今天的分享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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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